大家好,我今天會示範做燒春雞 材料一眼看完 包括春雞、香草、味椒鹽、蒜蓉、蝦蝶、糖漿和牛油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洗乾淨的雞 首先把雞拆了一條橡筋 外內也洗得乾淨 我覺得一隻燒春雞適合兩人的份量 你自己煮過之後,以後就不想外出吃了 在清潔雞的同時 我會剪屁股,等到時做好之後上碟會更好看 第二件事就開始做蒜蓉牛油 我加點熱水 把牛油放在碟上,在熱水上溶解 加一隻筷子,攪拌一下 真的說都沒那麼快就已經融光了 再加一茶匙蒜蓉在牛油上 攪拌後便變成蒜蓉牛油了 第三步就開始醃一隻春雞了 為了方便,我就借一個膠袋去醃一隻雞 首先就擦乾淨的雞 放在膠袋上 之後就放蒜蓉牛油了 放少許在雞裏,搓一下 再拿,又搓一下,如此類推 其實這個過程不用這麼認真 你將調味料放在膠袋上 之後慢慢搓一下搓一下便會均勻了 之後就是放微椒鹽 又是放少許搓一下 放少許搓一下 接著就放黑椒 黑椒又好像剛才一樣 放少許搓一下,放少許搓一下 最後放香草 又是適當的份量 然後又是搓均勻 其實在這個步驟裏面 真的很容易的 其實你喜歡放些什麼調味料都可以 之後我就把膠袋壓好空氣出來 打個裂,放入冰箱 醃一天 嘩,這麼快就一天了 我相信現在應該很入味 我上次不是教大家用意粉做一個自製焗盆呢 我現在做了這個焗盆之後 就把雞放在上面 我自己喜歡 首先用剪刀把雞一開為二 將它平放在焗盆裡焗 讓它的皮會更美 淋焗之前 再補回調味料 補回少許味椒鹽 黑椒 我最喜歡的糖漿 兩邊都加少許 最後再加上我最喜歡的香草 灑上上面 就可以準備焗了 先調教烤焗功能 230度 預熱 之後放雞進去 焗20分鐘 這個時候去上網 看一下Youtube 其實20分鐘的話 這麼快就到了 如果透過屏幕可以聞到香味的話 其實我想告訴你 出爐的時候真的很香 這個時候我會再加大量的糖漿 因為糖漿在剛才的時候 如果下太多的話 表面就會過孔 我現在補焗的時候再加大量 再放進蒸焗爐裡 做補焗的工作 今次會用230度 不用預熱 直接焗多8分鐘 我現在就給大家聽一下出爐的聲音 很厲害的 我現在就把它上碟 我總共把它焗了28分鐘 雞是熟的 但熟得來很juicy 很滑嫩 你咬下去就知道了 這個蒸焗爐的威力真是很強大 因為我為了健康起見 我特意不要油 那我今次就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頻道 麻煩按訂閱和讚好我這段影片 我想說燒春雞送飯 簡直一流 大家又嘗嘗 下次見